近日,据美国著名拳击媒体Boxing News24披露, WBO超次中量级星科世界拳王, 21岁墨西哥新星穆龟亚计划在今年9月进行首场的缅战, 他的对手名单中,不仅包括WBO法定挑战者利亚姆·史密斯, 还包括曾为我国拿到奥运铜牌的33岁哈萨克斯坦拳手哈纳提, 如果哈纳提最终获得了这个机会, 他将有望成为哥洛夫金之后,又一位为哈萨克斯坦争光的拳击选手, 根据WBO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来看, 哈纳提目前处于154磅世界第7号挑战者的位置, 具备了向世界金腰带发起挑战的资格, 此外,哈纳提目前在WBK高居第二, 在IBF排名第三, 同样具备向这两个组织现役冠军贾雷特哈德发起挑战的权力, 据了解,哈纳提目前的职业战绩, 为25战全胜20场KO对手, 他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赛, 还为中国拿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拳击铜牌, 哈纳提已打法应了, 重拳力度凶狠著称, 十分适合打职业拳击, 原本有望为中国拳击赢得更多的荣誉, 不过,哈纳提在2011年, 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 他改了国籍, 成为了萨哈克斯坦的公民, 随后又移居到美国加州训练和生活, 最近几年一直在美国闯荡发展, 而至于他为何要改国籍远走他乡, 旁人就无从得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哈纳提想要在超次中量级称王的难度也像, 当巨大, 因为WBAIBF双料冠军哈德上, 一战刚刚击败了古巴天才拳王拉拉, 气势正胜, 哈德的身体条件非常出众, 攻击力也十分恐怖, 足以让哈纳提望而生畏, 而WBO新科掌门穆瑰亚, 同样以进攻勇猛著称, 他在本月四回合, 四次击倒了前拳王萨达姆阿里, 证明了他要开创属于自己时代的决心, 不过, 倘若哈纳提能报冷战胜穆瑰亚或哈德, 他将凭此一战令整个中国拳击,